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23号展开四天欧洲行 当晚就抵达比利时布鲁塞尔 这也是乌俄战事一个月来 拜登首次和西方盟友面对面会谈 根据国安顾问苏利文公布行程 拜登24号将在北约峰会上与盟友讨论协助乌克兰自我防卫 在G7会议上则会宣布对俄罗斯新一波制裁 剑指俄罗斯寡头与300多位国会议员 普清以牙还牙罚起能源经济战 普清也让外交战升级 宣布将驱逐驻莫斯科的美国外交官 更警告将对波兰采取报复行动 因为波兰表示已经驱逐45位冒充外交人员的俄罗斯间谍 白俄行动力挺即指控8位乌克兰外交官 是间谍后再要求部分外交人员于72小时内离开 而和白俄一样被指为有援助俄罗斯疑虑的大陆 也有新表态 俄罗斯是重要成员 任何成员都没有权利开除其他国家的成员资格 路透引述消息人士说法 美国与西方盟友正评估把俄罗斯提出G20的可能性 俄罗斯驻印尼大使则表示普清仍有意参加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